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片制造巨头英特尔在与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中,节节败退,PC端消费者转向,AMD处理器, 以及许多大型数据中心的所有者大规模购买,基于灰达晶片的AI相关硬体设备, 并且英特尔中央处理器的主要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的规模,可以说回落至大流行前的水平。 英特尔在10月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可编程解决方案,PSG部门将从2024年1月1日起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 并向公众发行股票或者为其寻找投资者。 这是该公司执行长基辛格为这家老牌晶片巨头,争取更大规模市场价值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基辛格于2021年掌夺英特尔,他一直在重振英特尔市场价值,并为成本高昂的转型计划筹集资金。 这意味着从2024年第一季业绩起,PSG将作为独立的业务部门来汇报。 基辛格上任以来,英特尔已经出售或分拆了多个业务部门,包括固态硬碟业务、NUC-MINI PC业务、Mobile-i部门等, 同时对英特尔的晶圆代工服务、IFS工厂部门进行了大量新投资。 分拆PSG的计划与分拆自动驾驶汽车晶片制造商Mobile-i的做法类似。 2022年,英特尔分拆了Mobile-i公开上市,而且不久之前也宣布,分别以8.6亿美元和4.428亿美元的价格, 像贝恩资本和台积电,分别出售多电子数支写曝光设备厂商IMS的20%和10%权益。 IMS提供的多光束眼磨血入器是确保EUV工艺技术运行的重要一环。 Mobile-i分拆上市之后,英特尔仍保留超88%的权益。 自2022年10月26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以来,Mobile-i的累计股价涨幅已达95.76%,当前市值为331亿美元, 意味着英特尔的持股市值达到29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英特尔当前市值1505亿美元的19%, 确实是为股东释放价值的好办法。 在前任的失误导致英特尔失去市场份额以及市场价值之后, 基辛格正试图让英特尔重新回到晶片行业的最前列。 总部位于加州盛克拉拉的英特尔,在最大规模晶片生产上的排名中下滑, 结束了数十年的领先地位。 为了扭转颓势,英特尔的这个可编程晶片部门, 研发并生产的晶片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定制, 是英特尔在2015年收购Otello后所创建。 拆分后,英特尔仍会持续提供支持, 此举的目的是加快提升PSG部门在FPGA市场的竞争力。 英特尔在声明中表示, 未来两到三年,英特尔打算为旗下PSG业务进行IPO, 并可能与私人投资者探索机会, 以加速该业务的增长趋势,英特尔将保留多数股权。 FPGA,全称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中文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其特点是可编程,低功耗,低时延,可并行运算, 即使已经安装在电子设备中, 也可以改变或更新它们的功能。 这一类型晶片出厂时没有特定的功能, 通常被用于通讯硬体、数据中心设备, 以及其他工业用途晶片的设计和开发, 尤其是和5G和AI等的应用需求。 虽然它们的特性使得这类晶片非常灵活和强大, 但它们传统上很难进行普及化编程, 这使得大规模采用变得困难。 在英特尔的收购下, 旗下可编程业务部门专注于云计算和通讯设备市场, 这意味着它错过了其他的工业领域, 比如工业和航态客户的晶片用途。 虽然这些半导体的市场价格较低, 但对它们的需求正在增长。 基辛格表示, PSG业务由于业务领域过于集中而表现不佳, 它在电话会议上对分析师表示, 它们的管理还没有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 它表示, 一些顾客没有得到足够的服务。 为了纠正这一问题, PSG计划将中等价位的产品推向市场, 并将在明年年初推出更便宜的晶片。 英特尔预计将很快宣布青睐该业务的投资者, 然后在两到三年内进行IPO。 总结下来, 英特尔拆分PSG业务主要有三大动机, 首先, 专注核心业务。 基辛格认为, 拆分PSG业务将使公司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 即晶片设计和晶片制造。 这一战略调整, 旨在加强英特尔的半导体制造业务,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其次, 提高灵活性。 拆分PSG业务还将赋予该部门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使其更适应FPGA市场的竞争, 并更好地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 包括工业、 汽车、 国防和航空航天等。 最后, 迎合投资者期望。 英特尔计划在未来2-3年内为PSG进行独立上市IPO。 这不仅有望提高PSG的估值和市场竞争力, 还可能为英特尔带来财务回报。 此举也符合投资者对公司的期望, 他们对这一战略变化表示欢迎。 在过去几年, 因英特尔错过一整个智慧型手机时代, 以及高效能运算发展趋势, 而回避英特尔股票之后, 投资者近期对英特尔的预期变得更加乐观。 该公司股价近年以来强势上涨约35%, 超过了晶片股基准, 费成半导体指数33%的涨幅。 与此同时, 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表示, Otera主要还是采用台积电代工, 以FPGA PLD产品特性偏好先进工艺, 台积电应受贿较多。 入行之指出, 华为加上特斯拉及比亚迪, 靠集成软硬体打变手机及科技产品市场, 所以天下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今天合酒必分的例子就是, 英特尔宣布将拆分可编成晶片事业部, FPGA PSG Otera, 搞得仅存的铜业Lattice半导体, 大跌5.77%。 在陆行之看来, 寄星格看起来全面翻转数年来, 英特尔所有并购策略标的物, 对内核设计没有综效的公司, 一个个分割独立。 但很想知道, 到底是英特尔晶片制造服务, 害这些部门变成脱油瓶, 还是并购后人员流失, 以及大股贩奖励制度造成。 其次, 新闻说, 分拆可增加台积电、 连电、 世界先进订单, 以为过去, Otera主要还是用台积电代工。 以FPGA PLD产品特性偏好先进工艺看来, 台积电应受贿较多, 但还是要先了解到底, 英特尔台积电代工占比如何, 他也不清楚, 恳请产业高手分享。 如果主力产品仍是台积电, 转单效应就没有市场想得这么多, 反之亦然。 另外, 几年前, AMD学英特尔高价并购了FPGA PLD龙头赛宁斯, 搞得AMD这五年, 每年要摊销超过35亿美元商誉, 并购市价, 减公司当时净值的商誉, 一般要分五年摊销, 减损近10至15个百分点的毛利率, 造成获利不易。 现在, 英特尔又要把Altera分拆上市, 他很想知道, AMD首席执行官苏兹峰, 以后如何处理赛林斯, 是灵活性重要, 还是集成晶片设计重要。 尽管如此, PSG Altera与英特尔的合作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1984年, 即使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 PSG仍将与英特尔紧密联系在一起。 Altera可以自由使用自己喜欢的任何合约工厂, 但由于该公司一直以来都在英特尔的保护伞下, 因此该公司即将推出的许多产品都将在英特尔的工厂生产, PSG希望利用英特尔先进的封装技术,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从长远来看, 随着英特尔未成为全球顶级合约工厂打下基础, 英特尔希望能够留住PSG的业务。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